在洛杉矶公交系统 工作人员监视着在规定路线行驶的公共汽车 观察延误或任何其他麻烦迹象 这套系统利用来自摄像头和感应器的信息 很快还将使用社交媒体应用软件 未知传来的信息 这是由驾车人发送的实时交通状况报告 洛杉矶公交的卡利·弗格尔说 交通系统需要最新的信息 数据为王 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 我们已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数据 而群众外包以及位置这样的应用软件 让我们可以填补那些空档 谷歌拥有的位置与里约热内卢和雅加达等各地城市合作 更好地了解城市交通规律 洛杉矶的弗雷达·赛德罗夫等驾车人 靠谷歌地图和其他导航应用软件来应付塞车 太有用了 我每天都用 加利·弗尼亚州运输部也通过在高速公路 他们自己的公路地图网快捷地图 以及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讯息标示 来与驾车人沟通 加州运输部发言人帕特里克·钱德勒说 交管人员每天要观察数百万的旅程 但这套系统年代久了 有六七十年了 所以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最大的优化成运能力 而不只是新修或扩建高速公路的合交会口 我们试图把前方路况通知给驾车人 警察局 比如马里兰州的这家警局 也利用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 但是在非洲裔美国人 在警察执法期间死亡的事件引发抗议后 一些警察担心 未知这类可以标明警察未知的应用软件 有可能对他们构成危险 在警察和其他公共机构 不断靠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并搜集信息之际 民权自由组织 也利用他们的社交应用软件 鼓励民众监督警察 美国之音澳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由海伦播报